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沒錯 今天因為擔心打風 所以我也免得出去 直接留在家裡錄音就算了 因為不想淋雨 其實淋雨不是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是很多時候令到鞋子 因為如果一次過浸太多水 你處理不及的話 就很容易報銷或者發臭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說說 公務員Secret兩個管理員被捕 雖然已經撿輸了 因為有很多KOL 其實在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都說了 不過井仔既然選擇得說 當然就會有其他的延伸拓展 會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今次這件事是可以令到公務員士氣增加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正常少了一個被他們發洩的地方 他們不是應該會更加洩氣 工作效率更加低嗎 但是事實上就不是這樣的 另外除了講公務員Secret之外 我會和大家去估計一下 可能下一個國安處重點招呼的團體 有機會是HA Secret 當然除了井仔我因為本身做過這一行 親身都經歷過行內不少黑暗事情之外 就算撇除我這個身份 從一個理性客觀的角度上去看 當公務員他們的炒鬧聲 他們一些反中亂講的聲音被整頓之後 其實大家去看醫務人員 不單止是護士 有些是醫生 視光師 或者是麻醉師 也好 不同的即是 其實他們在19年對於香港的影響 是比起公務員上網亂說 是來得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 即是他們的影響力 特別就是說 當大家想起爆眼淚 那些什麼新屋嶺事件 其實很多的言論 就是由所謂的HA secret慢慢散出來 然後再慢慢經過一些發酵 去影響了絕大多數人對於政府 對於警察會有一個已經被抹黑的概念 另外關於公務員secret 即管理員被捕 是不是真的代表了香港沒有言論自由呢 是不是說抱怨一下工作 或者好像大家見到的上街政府抗疫不力的時候 當我們去直斥錯誤出來 例如 如果你遺風強檢的時候 因為公務員派飯太慢 或者直接沒有派飯給自己 是不是只要上網發聲投訴一下 就不會有人敲門派飯給你 而是說有國安上門去抓你呢 關於這件事 湯家驊也有說過 他就說事情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跟我們小市民說 不需要太過擔心 總之今集基本上是圍繞著這件事 什麼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今集節目正式開始 警方國安處在昨天8月9日 拘捕公務員secret的管理員 兩個人分別是來自民政總署 和資訊科技辦公室的職員 兩人被指 涉嫌多次透過該社交平體群組 發放一些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市民間的惡感和敵意的煽動意圖文章 公務員secret每天都有不同的各種貼文 被捕行動之後 不少網民質疑界線在哪裏 也擔心 原來我上網信一下 都會變成犯法 行政會議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 事情沒那麼簡單 公務員學院院長郭任 早前接受訪問時表示 他也有看過這個secret 了解公務員的意見 他也說 究竟有什麼人濫權 詢詩之類 認為大部分內容未必足以影響政府的決策 有時候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就已經很足夠了 事實上 公務員secret每天的鐵文很多 有些不乏對同事抱怨 也有些批評政策 例如早前有人批評同事在辦公室煲湯 也有些公務員 以專業知識向公眾解釋政府做事的手法 例如今年一月時 有自稱儒護署的職員解釋 由於技術上很難幫倉鼠做好隔離 所以政府最妥善的做法 就是將所有倉鼠人道毀滅 湯家驊表示 警方國安處引用的條文 與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是一樣的 而當中要符合兩大前提才能成立 分別就是發布者具有煽動意圖 以及視乎造成什麼後果 只有其中一點的話 例如他有煽動 他有寫文字 但沒有公開的話 也沒有辦法構成這條罪行 拘捕行動之後 大家就質疑條線在哪裏 湯家驊就說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具有煽動意圖 其實是有客觀的定義 但強調每一宗案都需要留待法庭去判斷 究竟是否符合法例所定義的罪行 就不能夠簡單地一概而論 得罪說一句 其實當湯家驊在說廢話 我作為普通市民 我是很希望國安處可以直接出一些教材 或者小賊子告訴我們 什麼內容就是犯法 什麼內容就是不犯法 讓我們明確知道這條底線 不過國安處成立了不久 所以未必是暫時可以對所有事 是做一個合適的教材 這個都能夠理解 因為國安處首要的職能 當然是先拘捕那些犯 當他們拘捕那些犯 有其他空餘的精力 勞動力的話 可以去加深一些民間的教育 讓我們普通小市民 就不要誤導發網 另外新思維立法會議員迪志遠 就指涉及國安處或者煽動罪等等的案件 就比較敏感 有關的部門就應該要提高敏感度 盡快釋出公開訊息 例如是基於什麼原因 什麼理由被捕 以及究竟是哪一個貼文 令公眾引起誤會 你貼了出來的 大家就知道 類似這一類的言辭 不准說 或者這樣說就不行 我們都可以小心一點 雖然我自己就不喜歡迪志遠 但他這一番的言論 的確是有一個正確的道理在這裏 特別是井仔我自己 作為一個叫做拋頭露面拍片的人 雖然我不是什麼陰陽怪氣的人 我見到政府做得不好 我就大多數就是直接說 他做得不好 我又不需要在這裏說 什麼我讀報紙 報紙寫的就不關我事 我都不會這樣 好像昨天罵葉劉 那我都說了是我罵的 就不是說有些網友罵 那要拘捕就拘捕其他網友 就不關我事的 那我就不需要做到這麼賤 我真的覺得有不妥我就罵 但是好像我這些 願意承擔自己說話的責任 因為我一直以來 沒有人願意跟我合作 有些訂閱比較高的人 是從來隻字不提我 我被黑暴搞的時候都沒有幫我 這些都是我為自己言論負責任的 但是這些責任我負得起 就是訂閱數少些 沒有那些政黨KOL幫忙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 去到隨時干犯國安罪的責任 就算我怎樣正直勇敢也好 我都沒有膽 也都不想去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盡早去給所有市民去知道 究竟哪一句或者概念上 什麼是為之煽動 給我或者給大家觀眾看都尤為重要 因為有時候不單止說我這些出了樣子 或者叫出了名的人 是容易成為其中一個對象之餘 其實Youtube的留言 都是反映了各位的說話 是不是 參賽就是說 去捉一個已經有名字 知道他住哪些人比較難 還是捉一個在Youtube 甚至乎不是用真名的人 去留言的人比較難 大家就明白 但是不是說難追查 就代表各位觀眾說話 可以事無忌憚 所以盡早去提出這件事 讓我們知道的話 除了保護自己 亦都是說我們 如果去看到那些黃瓣藍的KOL 他們陰陽怪氣又在抹黑中國 引發香港市民仇視中國仇視特區政府的時候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去舉報他們 那就真的很需要靠國安處去提供的教材 去令到我們分清楚 什麼可以舉報 什麼不可以舉報 因為有時候 黃瓣藍或黑暴KOL 他們很喜歡 一日出N條片 去洗走自己的言論 有時候 我一個人就看不完 就真的要靠各位觀眾 一人看些 一人看些 可能一千個人 每人看一條片 都可以找到 嘩 雖然他戴上頭盔 就說自己不關事 但都感覺到有令香港市民仇視政府的動機 可不可以去舉報呢 這些就真的要給多些指引我們 好了 繼續說回secret 本身 其實你說有公務員上網爆料 例如讓我們小市民知道 原來有些公務員部門 是有空到可以煲湯 都不處理市民投訴 那我就覺得這些爆料就不犯法 起碼爆料那個拍照 拍煲湯那個不犯法 貼出來那個admin都不犯法 那誰犯法呢 我想就真的上班煲湯那個就犯法了 有時候有這些頁面在方便別人爆料的話 其實都等於滿足到自己的八卦肉 還有是用一個比較迅速的方法去知道 究竟政府內部究竟有些什麼問題 當然我說內部的問題 就不是說一些政策上面的問題 而是說一些湧原的問題 特別是之前大家在評論公務員 應不應該加人工這件事 如果在那時候出現了這些圖 社會的聲音又可能隨時自然不同 但是正正就是有些黑心人士 就利用這些頁面去帶風向 或者叫做發放假消息 甚至乎就是拖累公務員的士氣 例如 明明可能自己不是公務員 但是就扮公務員進去就是說 我呢 就為什麼要為風強檢 為什麼要我去做 政府真的是垃圾 又或者趁著這個版面 就不斷去撕裂和分化公務員 和紀律部隊之間他們的關係 例如明明法例都說了 紀律部隊加身就是一條龍 然後公務員加身又另外一條龍 但是就刻意分化就是說 警察連年都可以加 但是公務員沒有加 大家一起仇視警察 這些 其實說就說公務員secret 但是連中也有很多不是公務員的人 就乘機輸入去散播假消息 所以這些頁面沒有了 對於香港社會 或者對於我們小市民的八卦肉來說 有得有失的 我們的得就是代表了少了很多網軍上去帶風向那些 因為有些人都是透過公務員secret 就特別去攻擊某幾個比較出名的立法會議員 例如說是李梓敬啊 陳詠欣啊 何律斯啊 那些都有很多人乘機去透過這個頁面去攻擊他們 至於我們的失就代表了 我們看不到什麼公務員煲湯啊 例如說他們浪高的電話不聽市民投訴 這些畫面這些的影像就沒有了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這些畫面 這些的群組平台沒有了可以令到公務員士氣增加呢 因為最起碼是令到公務員能夠專心做事 就好像20年前那樣沒有Facebook 沒有智能電話甚至乎都沒有無線上網 但是在那時候香港公務員就一早存在的 那麼他們又是照舊做事呢 但凡如果在工作上或者他們真的見到一些很大的社會問題 那麼他們都可以爆料給傳媒 由他們去跟進 由東張西網去跟進的嘛 雖然現在就比較方便 什麼人投稿都可以 但是真的太多有心人呢 是將它成為了一個權鬥的工具 例如說 原來那些公務員上班就不是為了上班的 他們上班就是為了去找其他厲害的同事的缺陷流動再放上網 希望透過民眾力量去弄走它 或者再去批鬥自己上司 然後就可以上位的 那麼現在沒有了這些平台呢 那麼就少了很多的辦公室政治啊 那麼大家就專心做事咯 有問題的話就跟東張西網說咯 那麼如果這個問題夠大的話呢 東張西網就自自然而會追著去跟進的了 是不是 還有這些Page呢 有很多人順便去分享自己的政見和立場 但是公務員作為一個已經宣了誓的一班人呢 他們就不應該 就是侍著公務員的身份去分享那麼多政見的 是不是 特別就是之前說到公務員加人工這件事 那麼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不是公務員來的 那麼就特意在那裡玩分化就說了 啊香港政府加的那麼少啊 公務員沒有士氣的啦 他們不做事的啦 又好像有些少少呢 鼓勵他人罷工的氣味在裡面這樣 很多時候呢 就是這些訊息拖累了全香港咯 那麼清走了呢 都是一個幾好的事情來的 還有大家不要小看這些Page 因為這些Page呢 如果你說用賺錢去計的話呢 一個月是賺六七萬呢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來的 因為他們的接觸層面廣 很輕易就可以接觸到三四十萬真人的話呢 其實那些廣告商是很樂意去付錢這些Page 所以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呢 其實這些什麼公務員secret那些Page呢 但凡有一個人出貼之後呢 然後下面有整大堆廣告啊 例如又說 用什麼優惠碼 買什麼VPN啊 那些就完全沒有問題啦 這些其實說到底都是為了錢啊 還有有些人就分析就是說 這次呢 其實是不是諸黑百甲 就叫做所謂出賣手足 所以就令到國安處可以抓到人呢 其實我想這件事就沒有那麼複雜的 因為呢 你牽涉到錢 你又會收錢幫人賣廣告的話呢 那跟錢有關 錢就一定入自己的 有了這些實名實證的事情 不是純匿名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要去抓人呢 都變得相當之簡單啦 那另外就再跟大家說說 HA secret啦 HA即是說醫管局 那大家就明白啦 就是醫管局的秘密 那這個群組呢 我就特地今天上網找過就發現呢 喂 原本很多人的HA secret已經是消失了 那我就不知道它有什麼時候開始消失啦 那總之就是消失了的 然後跟大家去想一九年的時候 究竟發生什麼事啦 其實一九年的時候呢 這個Facebook版面呢 是對於香港的影響是最嚴重的 因為有很多那些烏尼媽差消息 例如說什麼 警察搞大人的肚子 不是普通私人恩怨那些 不是普通男女感情那些 是說人家什麼執行公務的時候呢 就去抓那些小妹不知道怎樣怎樣 那跟著呢 另外又有什麼 新屋嶺又不知道怎樣 跟著又有很多醫護呢 自稱醫護呢 就說是呀 我看過份報告啊 份報告是這樣寫這樣寫 然後隨便貼一些東西出來呢 跟著全香港的人就相信他們了 是不是 那大家就想一下 爆眼淚這件事 就是影響大家深遠一點 還是H.A.Secret偶爾拍下人偷懶那些 公務員secret拍下人偷懶那些 就是公務員secret拍下人偷懶那些 是重要一點大家就想到 還有呢 H.A.Secret很喜歡全程直播 但凡有任何警察在公立醫院 執行職務的時候 他們就會又拍照又成 全程跟進直播了警察所做的一舉一動 放上網 其實警察怎樣做事 怎樣去審犯 怎樣去執行職務呢 理論上這些都應該是屬於機密來的 但是呢 就身為醫護 居然是毫無私隱地 就把別人的東西放上網 亦都是因為有時候他們上網亂作 吹水啊 是增加了很多不知名 或者叫做想事沒有那麼深水清的 市民和黃人對於警察仇視 H.A.Secret是功不可沒的 還有啦 身為醫護 其實大家守秘密這件事 雖然這個是必須的 因為如果你被人發現是你踢爆了些東西出來 那些照片是你拍的話 基本上就是積炒的 但是由19年至到現在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護協會去做相應的調查 護協會去將部分護士的牌照吊銷 大家基本上是沒有看到 甚至乎就是他們每天 當時甚至乎之後的時間 天天在出賣病人私隱 天天在偷影警察這些 居然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因為這件事 受到懲罰 被釘牌 坐牢是更加完全沒有 但是為什麼又不去跟進 誰是有份創作爆眼女這個故事出來的人呢 當時如果不是東方日報踢爆了的話 大家都猛然不知 原來爆眼女這件事是假的 原來是黃絲黑醫護 大家圍在一起作個故事再去煽動 原來是可以的 所以對比起之下 公務員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又說錯了 就是醫護那個醫管局的那個群組 是更加需要去進行大清潔 但是真是可惜的 就是這麼久以來 正如我神早新聞所說 根本是沒有任何一個醫護 沒有任何一個醫護人員 是因為他們是 例如喜人底 去發一些煽動性的文章被捕 真是完全沒有 但是護士醫管局有多少黃人 大家心知肚明 有時候我們就會說 警察懲教可能會有一顆老鼠屎 掉了在一碗飯裡面 令到一碗飯不能吃 但是HA很多時候是 在一大堆的老鼠屎裡面 只有一點點飯 有這麼多的罪人 但是居然一個都沒有被捕 他們的secret 原來可以就這樣剷掉 就算是大家信不信 不過我相信就是 因為現在和疫情有關 所以很多醫護 他們為什麼可以站得這麼硬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 是比起公務員更加鐵帆碗 還有現在是說 每天四千多單的確診 一天要入院的人數 可能是說幾百單 疫情就成為了 這幫黃醫護 為什麼可以站得這麼硬的一個原因 知道自己是社會 決不可失的一個力量 所以為什麼 直至到現在都真的沒有人被捕 這件事我雖然是不滿 但是我也知道 一旦有醫護被捕 那很容易就會再給醫護做藉口 例如說 會不會再去抬慢了 在第五波疫情的病人入院 而再次令到會有很多的長者 或者叫做病人 需要在外面日曬雨淋的情況呢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國安應該密密地在背後做這件事 只要將來能夠處理到香港醫療人手不足的這個問題的話 應該可以去對醫護去進行一個處理 還有就是說 去將HA secret的admin抓出來 去還香港社會去還警察的一個公道 不過 這個關於真真正正可以去清潔到醫護這件事 我就不會覺得是短期內的事 甚至乎可能是政府收回哥爾夫球場 如果長達地建完樓 那些樓賣出去給人住也好 可能醫護界都未必能夠順利去做到一個清算行動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有原因的 因為 第一 新冠疫情幾時完都不知道 還有 現在是有很多的私家醫院 經常都在公立醫院那裡叫人手 所以就算沒有疫情沒有政治事件也好 公立醫院都是長期處於一個不救人的狀態 如果這個時候再做清算的話 就會令到那些護士繼續去辦罷工 或者他們辦案章工作的話 其實都真的可以死很多人 還有就是 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想找一些新的醫生 或者護士 或者其他專業職系的同事 進去醫管局工作 一來就是可以降低那些醫護 在社會的影響力話語權 和他們那個簡直是無敵今生 沒有人可以動到他 永遠只有他們罵病人 就沒有病人可以罵護士的這個風氣 但是 就不要說護士 只是說醫生 關於中英文這個問題 都可以造成一個這麼大的阻撓 不過 都再重新說一說 其實關於英文這個部分 暫時真的沒有辦法 我作為一個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全英文的 你說在病房普通和人說正常事 就像現在 井仔和大家聊天 說廣東話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去到一些專業知識的環節 例如和人交奸的時候 你不說英文 你是會被整個病房杯葛不特止 輕則就會把你當是茶餘飯後的笑話 重則隨時會有IC 迫你進房間 就是跟你說 如果你還說中文 如果你真的對自己英文沒有信心 說不到英文 那不如你辭職吧 這件事是說這三十幾 這四十幾年來醫護所培養的文化 始終對醫護來說 英文才是法定語言 其實中文在醫護界來說 不是什麼法定語言 我知道有很多聽眾聽到 又會覺得井仔在說壞事 說什麼不好 但這真是事實 如果你試試交奸 跟別人說中文 下一間的人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然後出現了任何醫療事故 別人是可以斟絕 因為你說中文 我們以前沒有學過中文 所以我不明白 所以我做錯事 就是因為你說中文 你不說英文 現在是連醫生想著進來香港 那叫做增加打破醫療霸權 這件事都這麼困難了 更何況就是說 將來如果要引入護士的話 其實你引入十個護士 不要說整個香港 只是一個病房 都覺得是杯水車身 那到時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那今次清算 不是清算 叫做今次去處理公務員 我自己最希望見到的就是 就算現在醫護他們是金槍不倒的狀況之下 但他們那些所謂發聲 可以能夠干預社會言論的平台 都一定需要關閉了先 跟著事後怎樣去捉人 就事後的事了 還有對於一些secret的投稿人 盡量有辦法就可以找那些人出來 去看看究竟有些什麼人是曾經洩露過政府的內部機密資料 因為畢竟對政府對我們納稅人來說 其實我們是不想也都不容許 原來有些是這麼不尊重私隱 這麼不尊重政府機密的人原來在這裡 他今天就可以把一些政府的資料貼上網 那明天會不會因為我的政見和他不一樣 他把我的身份證 他把我全家人的資料 甚至乎家人的病歷 放上網 然後就藉此去借其他網民的力量 去對一些 例如說比較出名的KOL 去攻擊他 攻擊他 攻擊他家人 攻擊他的兒子 去笑他們 我覺得這些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希望國安繼續默默地做事 然後時不時就給一個驚喜我們香港市民 今次公布完secret被人收了檔的話 接下來這一兩個月 相信都可以還回香港一個比較清淨的言論環境 不過當然啦 說到最後我自己也有一個私心 就是我是很希望有一天起床 可以看到國安去抓了那些黃的KOL 或者黃扮中立黃扮藍的KOL 當然就是要抓一些比較知名的 因為越是知名的才能夠有一個震懾能力 還有知名的就代表他們流量多 流量多的人就代表他們影響力高 那麼抓了這些人的話 都可以令到其他人 或者想著去做這件事的人 就令到他們繼續潛伏在裡面 不夠膽繼續光明正大 就說沒有的 我這個台就已經帶了頭盔 說了聲明 我說的東西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本人聲明與本人立場無關 有事就不要找本人那些垃圾頭盔 公布完secret都帶了這些頭盔 最後都有被人抓的 期待國安抓黃KOL的話 真是令到我們的輿論環境比較舒服 特別是很多觀眾都有說過 我明明看開井仔或者其他KOL的 但經常就彈了個黃絲黑暴KOL的片出來 有些人不覺不覺聽一下聽一下之後 其實都是變得很反政府 我自己眼見聽到的都有這些例子 總之希望香港政府國安努力做事 好 大家都可以留言一句支持國安做事 好了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待會下集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